路径文字 你看我們以拉瑟的文字是不是有很多種 原則上就是有直的、橫的 但是有分一般的文字 還有這個文字有沒有 區域文字 那區域文字通常用在哪裡 用在 版面的編排 比如說像DM 你有比較多的文字的時候 有點 你把它想做像Word裡面那種文繞圖 我中間插一塊圖片進去 那它就要繞著這樣跑 要怎麼繞 那個圖怎麼擺 字跟圖之間的關係怎麼擺 就可以比較輕鬆 那再來就是這種路径的 路径文字 所以如果說像剛剛 小大哥講的 他就是需要用這張工具 我要一個圓 我就先準備好 不用填色 那假設我要跟它一樣大 我就從中間 Alt按著 往外 我按住Shift 那這樣就等圓 對不對 稍微拉上來一點 稍微移動上來 好了之後用這個工具囉 你只要點到裡面有沒有 跟Photoshop一樣對不對 字就可以在裡面了 字就可以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 所以你大概像這樣 那當然這個字本身 你要射多大啦 這都看你自己的 在這邊 在這邊 我用粗一點的 這樣 就有那個效果囉 可以了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來 你可能要把畫面還給你 你可能要把畫面還給你